早上八点钟 依然是狂风 哎呦我的天呐 风依然那么大 游泽园是停了 还找了个挡雨的地方 我背后应该是湿完了 看一下我背后 也是湿的 看睡袋 哎呀 也湿了 这睡袋湿了 哎呦 也没法晒啊 一包今天还是有雨 睡袋 今天啊 是没法睡了 湿透了 看看最远的山 没有太阳 风也挺大 我这睡袋 湿一湿 今天早上啊 特别的冷 然后特意看了一下天气一波 温度还挺高的 是22度 但是呢 从12点以后到晚上的12点 全部显示的都是雨 这某些位置全是水 这某些位置全是水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加油 那次哥 这一走之前 回忆一下童年 好多年被打这个秋千了 这个秋千打的是舒服啊 童年回忆完了 我们要出发了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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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嘛 不好的消息就是 它又开始下雨了 我该怎么逃 怎么躲 哎呀 没办法 也得继续走啊 我们来继续感受一下这个风 我们来看看这漏边的树 好乖乖 这儿乐爬 我那个西藏啊 我西藏去 你去那边 我怎么 附近玩一玩 在附近玩一玩 对在玩一玩 那个太阳上完了以后 玩完以后 我往北京去 往北京啊 对 这是属于太阳上来的吧 太阳上 嗯 你太阳上不晚 不晚啊 我从 我是从那边过来的 从那个 今天是从那个陆岭 南载 古岭 哦 古岭 对 路有翻过来的 哦 你要走 你要走那条路吗 我走 我走那个的 有多的 好多的 好多地方 还玩的地方 太多了 不是 陆岭那边 那 他们那边那个 上面水会在排 然后那个水哦 那边 那个 那就是那个 石灵隧道那里 石灵隧道那里 有一小瀑布 啊 看这两天 在北地 打卡 打的一卡不错 嗯 刚打的 嗯 我测 江苏 都不不不不不 那你是从那 从江苏 去吗 看 我现在我去了四次了 你现在都去了四次了 你是哪里了 我觉得是河南什么家的 哦 河南 对 看一下 老板的墨子 你老板儿去了 风太大了 我在这身边挂着呢 你先等他下来 我来看看里子 漂亮不漂亮 红艳艳的 走近一点 果实累累 这一事儿全是这种果园 看看 八里沟 这还是个旅沟景区 留的人很多 有钱 又有钱 真好 蛮快好 哎呀 雨终于是下来了 我去下大了 我去下大了 走离吧 走离吧 走离 难搞难搞 到那个薄碧镇了 咱俩吃了 11点了都 过来一杯花糖吧 三块拿吧 大粉 还有其他什么吃的 冰了有素包子 有素包子 素包子什么馅 冰菜鸡蛋豆腐 人家给我拿三个素包子 咱俩吃鸡蛋豆腐 要 пример 这些个素包不够了 我们来看一下阴天下的太行山脉 看一下 它和夜阳高照的天气 看的效果完全是不同的 焦座街进入焦座了 下午三点钟马上进入焦座市区 订了一间二十四块钱的瓜皮房 因为今天晚上有雨 刚好充电宝电又不多了 今天没太阳 中午没有不电 然后就住一晚 每天还要去修车 简直不敢相信 看看啊是个套街看到没有 我一码呀 你不是这个房多少钱 网上定价显示的是24 但是他实际收费收的是27 但是大家看一下啊 你在别的地方就这一间 就这一间啊 要40要50的都有 我在别的地方也住过那种50的特别小的一间 看一下 27块钱 一个大套街 这这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这应该是我七行将近一年找的就是最便宜最核算的这个一间房啊 你这种嘛要30块钱随随便便的啊 要40都不可以啊 啊 真划算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现在我们在在我们五线城市啊 现在一像比没有这么大的 就是有这个房间就是从这个床 在这这么小的一间啊 三十块啊 三十块啊 关键是哇 套街 还有沙发 还有沙发 有得付 有得付 非常非常的满意啊 啊 这边时间还早 躺在这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我愿意给这间旅馆称之为啊 全阿王啊 最便宜的挂笔房 啊 复复来变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再见